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亮相春晚引发全民关注 网友喊话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何时回家 什么时候能够一睹尊容 2月15号三星堆青铜大面具出差回家 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首次正式展出 向广大游客送上元宵鞋展览彩蛋 记者现场了解到 这件青铜面具宽131厘米 高71厘米 身66厘米重131斤 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 形质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其宽宜广额面旁夸张 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 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 应是晨智在神庙中供人膜拜的神器 为确保青铜大面具春晚展示 以及来回的绝对安全 在国家文物局的精心组织指导下 四川组织相关文博机构形成工作专班 精心制定文物安全保障方案 精心实施文物清理包装运输卸载 布展警卫保护等各项工作 最主要一点是我们想让工作人们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这件面具 它是一件原件就是一件实物是在春晚舞台上进展出的 那么可能在春晚舞台上大家可能通过就是镜头上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晰 那么我们想把这件面具如果是能够回到我们博物馆 特别是在我们的修复馆上这种上星文物进行展示 其实也是对三星队的一个宣传 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最新了解到我们三星队出土的文物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为了响应广大群众的观展需求 三星队博物馆调集了专业的物流 展成公司特别制定了展柜调整展馆展现 最终确保青铜大面具能够在元宵节与公众见面 因为像这件面具它其实从西式根出土以后 它一直就是没有基本上就没有离开我们三星队也没离开广汉 那么呢这一件面具它也是第一次到了北京进行展示 那么所以呢特别是这件文物还没有修复完整的情况下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运输和展示 其实也是对我们对文物的包装运输 还有我们的展示加固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于建也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三星队移植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保护利用理念 和三星队博物馆以人为本的办管理念 据悉下一步三星队博物馆还将联合国内一流的技术团队 进一步开展青铜大面具的修复研究工作 并通过制作发掘修复介绍视频等辅助展示方式 把更多的三星队文物保护研究成果与公众分享 让广大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三星队青铜文化 领略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绚烂多彩 激发文化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